非常轰动这件事,俄罗斯港亚英国战艦卫士号闯入了它的领海 英方祖国那边说到明说是按照国际法例穿越国际航道 首先看这幅图,这幅图是俄罗斯国防部刊登的一幅相 很明显这幅相里面是俄罗斯的战机,甚至是苏廿四拍着 这就是英国的卫士号 现在看看究竟发生什么情况,现在看到两个版本 俄罗斯方面说在克里米亚附近的海域 以预警方式开火警告厂入领海的英国驱逐林卫士号 俄罗斯传媒报道,当在江地星期三 即昨日23号正午的时分,俄军巡逻艦 曾经两次开火,亦都出动苏廿四的战机 在卫士号预计航道内,预先投宅四枚炸弹 作为警告,卫士号,在这里说,卫士号的旗下改变航程 离开俄国水域,是不是改变航程呢 看回一样东西,现在这里说明 俄罗斯的版本就这样啦 当时这个卫士号呢 亦都在这个栏上有BBC的记者 如果你看回BBC的报道,这段可以看到的 版权问题呢,这里我就不会播了 大家进回BBC的中文网,看回相关的影片 BBC的记者在卫士号上证实了有20架,超过20架俄罗斯的战机飞近卫士号 还有两架海岸巡逻船,俄罗斯的海岸巡逻船就跟着卫士号走 甚至说明了,当时这么紧张的形势呢 看回这个影片就讲到 卫士号上面的船上的人员已经做好作战的准备 上了弹,打算打的啦 现在看回一个情况来说 看回这架卫士号航行的路线是怎样呢 首先看回现在卫士号去了乌克兰 接着就去访问这个格鲁吉娅的 现在他这样走的 这样走,走去这个格鲁吉娅那里啦 现在问题上就是克里米亚,现在是这样走的 在这个位置 俄罗斯出动20架战机 20架战机,苏24啦 但问题上,现在 现在你看到英国这个卫士号 不是英国这么简单,是北弱的嘛 现在北弱已经视你这个俄罗斯和中共视为眼中钉的啦 他这样走的行法 是表明一样东西 亦都可能是北弱的共识 亦都是全世界共识啦 肯定 克里米亚不是属于俄罗斯的 是不是 那你看回一样东西 这个俄罗斯里面怎样解决这个东西 是不是真的会跟北弱开战先 你之前,你俄罗斯在这个 这个乌克兰边境,大军压境 跟着你都摇底缩沙的 是不是 那现在你看到一样东西就是说 你俄罗斯其实他出动20架 这个叫做苏24 这个战机 跟着是半航啦 半航这个卫士号啦 其实俄罗斯他自己都害怕的 你快点走啦 你快点走啦 你不走 我找不到台街 你快点走啦 那你看到他不是真的拘离的嘛 他这样走的嘛 他这样走去的嘛 他这样走去的嘛 他走着的嘛 不是停的嘛 是不是 就是好像中共那样 常说拘离 其实美国好像美军的战艦都是在走着的嘛 那问题 问题就是说 问题就是说 这个俄罗斯是出动军机 就是干扰 这个卫士号 又做罢咀炮啦 俄罗斯外交部 也都是俄罗斯传召英国驻 俄罗斯的大使 就说抗议啦 现在看回呢 其实现在英国的举动呢 就是祖国的举动呢 现在就说 英国和乌克兰嘛 在星期三簽署备忘录嘛 就说英国呢就协助乌克兰呢 就加强这个海军的能力 那包括呢 就协助这个乌克兰呢 做两个海军基地 和波克兰呢 做这些艘艇嘛 两艘艇艇 和联合生产八艘艇 战艇 那这样东西呢 你看回 那当然是激到俄罗斯 紮紮跳啦 对不对 那现在你看回这件事呢 很明显呢 看见到另一件新闻呢 你见到俄中关系嘛 互相利用嘛 那你见到俄罗斯普京和拜登见面之后 令到中共啊 他心想这个契大佬 真是当他契弟的哦 那现在看回一件事了 再说回这个举动 就是美军 你看看这个标题先啦 美军高级将领 就讲到明啦 中共啊 应了解啊 攻台啊 将极为复杂 和代价高昂啦 那这里不用说了啊 美军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 会议的主席啊 这个米利就说 早前这个指啊 这个中共的短期内呢 短期内啊 应不会军事犯台 短期内啊 下事指一至两年啊 那他认为这个叫做北京啊 他想夺取台湾呢 将会极复杂 而且代价高昂 你不用说他都知道啦 你看回现在啦 最紧要就说 这个叫做台湾国防部公布的数字了 你看到中共呢 在这个6月20号之后呢 又是静了 静了啦 静了 你看到啦 这单 这个 这个 第四号 在这个黑海 你说挑击 挑这个俄罗斯 是发生在这个星期三二十三号啦 那你再说回 中共 即中俄那个叫做 举动呢 你看到这里呢 就是tvb啦 tvb这里呢 六月二十四号啦 就说什么呢 艺凤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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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艺凤和是什么人呢 艺凤和这个叫做呢 中共啊 国务委员会兼国防部长艺凤和嘛 以视像形式参与啊 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 那就指呢 这个中俄关系有助稳定全球安全喔 那那这里重新讲的 中共啊 中方啊 维护啊 国家核心利益的立场 反对干涉中共来政 又表示呢 中共呢 愿意不冲突不退降的原则下呢 与美国合作呢 那这里呢 你是同 那看回这件事啊 这里你说得明 你是俄罗斯 这个是中共和俄罗斯 讲这个视像 国际视像安全会议的嘛 那你看回这里啦 艺凤和在这个视像会议那里说 这里说得明 这里说中共一直被指 被指 联俄抗美嘛 这个联俄抗美啊 大家都知道 大家这个叫做俄中 俄中的关系就是契哥和契弟 那现在契弟 这个契弟呢 这个叫做艺凤和 就说什么呢 艺凤和就强调嘛 中方愿意以不冲突 不对抗互相尊重 合作共赢的原则 加强沟通 管控分歧 拓展合作 推动中美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 你在这个中俄和契哥开这个视像会议那里 那里 根本是廣东明 是向这个美国放软话 是吧 很明显了吗 放软话 没有弄了战狼的火器 是发生什么事呢 是吧 很明显 现在这个国际关系 喂 他现在想到 看到这个叫做 拜登和这个普京 这样见面之后 是吧 金仔又有举动 是又很想 喂 跟这个 拜登见面 那他就自己被孤立咯 那你一传到 或知二十呢 就说这个拜登 会和习伦会安排见面 是传的 是说的 是不是真的会见呢 是不是真的会见面呢 是吧 那你见到现在 魏凤和这样讲一讲 那也都是不用说的了 是呀 已经魏凤和这样讲的嘛 健康发展嘛 健康发展 那你就是说 那美军将你就说 你现在你攻台呢 就成本极高 那我都知道了 那成本极高 低成本是什么 就用嘴炮咯 那再低些成本 就认下低威 认下契弟 那就更加低成本了 是吧 那你现在这样 魏凤和这样讲呢 就是说 又是将这个俄国佬 就搬上摆桌 是吧 那你呢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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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呢 他都知道英国战艦 那么高调 在你克里米亚 黑海那里 那样挑割你俄国佬基 是吧 中共 中共不知吗 是吧 所以现在你见到 国际形势 那这个叫做俄中关系呢 随时你见到最大的主角 你成为俄罗斯也好 中共也好 伊朗也好 北韩也好 喂 个个都是想 是想和这个美帝讲和的 那就知道 拜登见一见这个叫做 普京之后 是真是分化到 这个叫做 邪恶世界 且有俄心世界的 是吧 那就知道 喂 现在拜登所做的 围堵政策 真是可以的 个人意见 独立思考港元